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只 左轮手枪 小型左轮手枪 Ruger LCR 9毫米口径的手枪 这只手枪是在美国加州买的 我刚刚拿到 所以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 我看一下到底有什么 好的不好的 或者还有一些基本的操作使用方法 好 这个盒子是我见过最简陋的纸盒子 没有什么其他大不了的 里面有一个小包 我看一下盒子里面有什么 这个是他用来装弹的 叫做moon clip 所以说中文翻译我应该给他翻译成半月抢 他可以抢五颗子弹 所以这个左轮手枪里面可以直发 连发五颗子弹 然后就要换弹 这个是可以提前把五颗子弹加在上面 所以你装弹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我有看过简单的看过 他的 他的使用说明 他说你不用这个也可以 但是你退弹的时候就要一颗一颗都会卡在里面 一颗一颗你的时候要挑出来 所以说是最好还是用这个 也不是很麻烦 所以说我觉得最好就是用这个来装子弹 然后再装进去 这样退弹比较方便一点 好我们把盒子放到一边 把这个打开看看 也是一个很简陋的一个布的包 没有什么 我把这个包放到里面 那这是左轮手枪 左轮手枪呢 它是第一 安全第一 每次都要讲一下 手指永远不要放在扳机里面 如果需要瞄准目标以后 要射击的时候 手指再放进扳机里面 所以一般的话拿枪都是这样拿的 那么这只左轮手枪呢 是小型的 是便于携带 因为它的撞锤是隐藏式的 你有没有看到 有些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个地方 你可以再搬出来 然后撞锤可以 搬了以后再扣扳机 它这个是 它叫double action 就是说两个动作 双动作式的左轮手枪 就是说你扣扳机 你扣扳机的时候 它这个就没有 它这个会一起把这个撞锤这样 带动 然后打出去 所以扣一次扳机 两个动作 我们先检查一下 这只枪是不是很安全 这边有个按钮 按下去 按下去以后 这个用手指把这个 左轮轮子推出来 推出来以后 你看里面没有子弹 都没有子弹 所以这只手枪是安全的 所以说 你看我现在扣一次扳机 它里面就是有两个动作 它转动这个子弹轮 然后再把里面的撞锤 就搬起来再打出去 所以说是 它叫做双动作左轮手枪 这是比较 它设计这个原理 就是说是把这个撞锤藏起来 就是说你给女士们 也可以放在包包里 放在包包里 然后就不会勾 勾到任何东西 如果拿出来的话 而且这只比较便于携带 它这个型号 它这个型号和大小便于携带 这是它的一个长处 就是它的一个特长 它设计这个枪的原理就是这样 铁苗没有什么其他的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铁苗 我这边有些架链弹 我有些架链弹 然后我们拿几个架链弹出来 给大家做个事 拿五颗架链弹 这是夹子弹 所以说没有任何危险 然后我们把这个 拿出一个整个 它的 叫做半月卡 就一颗一颗卡进去 很容易 卡好了就这样的 装弹的时候 按住按钮 这边有个按钮 按住 推出 很容易的五颗子弹 就装进去 合起来以后 就可以发射了 一二三四五 五颗以后 退弹的时候 再按住按钮 退出来 前面有这个 这个杆 退弹杆 退出来 如果下一次 你有装好几个 同时装好几个的话 这就可以直接 再上另外一个 再发射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特别的 我比较喜欢这个 就是因为它 我这个便于携带 以后我拿到我的 CTW 水深持枪针的话 这个可能会成为 我的水深用枪 重量呢 有点分量 其实全铁的 手柄也不错 我觉得原厂就蛮好的 但是我今天拿去 靶场试一试 然后以后再告知大家 有什么需要升级的 或者有什么需要改动的 有什么缺点 有什么优点 好 这次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注意安全 GoPro Stop Recording